郭文貴先生 下一位是郭文貴先生 郭文貴先生 謝謝 首先我要回應副院長 他說無論這個條文是怎樣好 或者我們怎樣誤解 因為香港是沒有一個民主制度 我們是沒有信心 是了解到政府 會好 確切去執行 這個法律 你明白嗎 因為我們是沒有信心 因為香港是沒有民主 政府可以誤用這條法律去打擊競爭 其他對手或者異己 我希望你從一個宏觀 從一個結合政治 這個角度去 整體去看這條法例 多謝 我想說回 新修例是過於嚴苛的 是製造白色恐怖 是有殺錯沒有放過 是違反了普通法的寧網民眾 知識產權處長 張錦輝他講過 惡搞在網民修禮之下 惡搞在網民修禮之下 已經違反了侵權 改歌詞 全首歌不是原創 已經是違反了 而將相片加工 也是違反的 這個 新修例就好像創作二十三條 就好像梁愛斯 比喻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這樣對創作人 和普通市民來講 這個惡法 是頭上一把刀 每當評論或者爭辯 失敗的時候 那些創作人都會想 我們再創作的作品 會不會被新的版權法搞死呢 因為一經入罪最高是罰款 不慢慢和監禁四年 我想問一下 每一次創作人都要問這個問題 那這個是不是白色的恐怖 其實惡搞是一種評論 是一種言論自由表達的方式 而是不是惡搞 是一個價值的判斷 那如果 你 認為惡搞是可以的 是可以但是沒有問題 但是為什麼你不引入美國 法律的fair use 合理使用權 來去保障小市民呢 我想說 有時候 一套是勝千言萬語 好像我們經常說 民主黨投共 可能解釋了半天 都不是的 但是一張這樣的一套 可能是勝千言萬語 另外 我還想問一下 這個 是不是惡搞呢 有些人可能 看完之後 就不告是老修成路 就告我們 是惡搞 其實有些人可能是心虛 是對號入座的 我想說 其實 其實 改圖 有時候是幫助一些貧富弱勢 去爭辯時 是發發聲 消消氣 而令我們發聲 到最後民意爆發 民怨沸騰的時候 更加一發不可收拾 多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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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